同学们,今天咱们来学习画鲸鱼 鲸鱼有许多品种,也有许多种颜色 有黑色的,有红色的,也有很多种颜色混合在一起的 今天咱们来学习画两种鲸鱼 一种是白色的身体,脑袋上是红色的 第二种鲸鱼是全身黑色的 像我这个标本里右边这只 今天我们会用到两支笔,一支中号笔,一支小号笔 需要用的颜色除了墨以外,还有大红和朱砂 颜色都用的不多,所以不要挤太多 首先我们拿起中号笔 刷好笔以后,在笔尖上沾深墨,在盘子里稍作调和 拿勺子快一些水到盘子里,调成中等墨色 在废纸上试一试,合适了就可以开始画了 首先在纸的中间偏下部分,偏左,我们开始画第一只黑色的鲸鱼 用两笔画出肚子 肚子下面是尾巴 首先用笔轻轻向下行 然后改变方向向右,笔同时下压 行笔缓慢 最后再向下快速撇出 鲸鱼的尾巴分三个岔,分别为左中右 鲸鱼的尾巴是难点 让我们来再看一遍如何画 先画出肚子 然后在肚子下面的中间部分开始起笔 把笔向下拽一段距离 然后再向右行笔 同时笔向下压 这时候同学们要放慢速度 等向下撇时再加快速度 笔向下压以后 在缓慢的行笔过程中 你甚至可以稍稍地让笔进行颤抖 这样做的好处有两点 一是可以帮助你减慢速度 二是可以产生奇妙的效果 很像近于尾巴上的纹理 接下来是中间的分岔 中间的分岔起笔处要低一点 在尾巴的拐角处开始起笔 一开始编顿笔 然后快速撇出 下面是左面的分岔 左面的分岔起笔也不用从肚子开始 首先向下顿笔 保持笔的状态向左慢慢移动 最后再向下快速撇出 觉得尾巴不够尖的同学 补上一笔也是可以的 在画尾巴时 同学们还应注意 所有的笔画都是册封 册封就是当行笔时笔尖始终保持在笔画的一侧 像这一笔同学们可以看出笔尖始终保持在笔画的左侧 下面咱们来画金鱼的鱼鳍 金鱼的鱼鳍都分布在金鱼的身体部分 一共有两对 前面一对稍长 后面一对稍短 这样 第一只黑金鱼我们就基本画完了 脑袋等过一会儿再画 在第一只金鱼下面偏右的地方 我们开始画第二只黑金鱼 注意这只金鱼的肚子朝左 同学们在画第一笔尾巴的时候 笔一定要有明显的下拽动作 只有这样 金鱼才有腰身 才显得苗条 才显得漂亮 画鱼鳍的时候 方向是从鱼身向外撇 轻入重出 最后是顿笔的动作 形成离身体近的地方细 离身体远的地方粗的效果 注意前面一对鱼鳍长 后面一对鱼鳍短 同学们在画这只金鱼时 应注意这只金鱼是有动态的 肚子是朝左上方向 而尾巴基本上是朝左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只金鱼其实是在转弯 它先向左右 然后决定转向上游 同学们如果能把这个动态画出来 那就太好了 由于转弯的关系 右面的小鱼鳍被尾巴挡住了一点 而左边的并没有 也请同学们注意这个小细节 画完两只黑金鱼以后 我们在上面这只黑金鱼旁边再画上两只红脑袋的金鱼 用同样的笔 在刚才的墨色里再加一点水 调得更浅一些 因为红脑的金鱼是银白色的 所以用浅一点的墨会比较合适 我们在这只黑金鱼的右面留一点距离 还是先画肚子 注意这次肚子还是朝左的 尾巴的方向也朝左 前两只金鱼我们是俯视 而这只金鱼我们是侧视 所以有一点透视关系 当同学们画鱼鳍时 请同学们把左面的鱼鳍 画得比右面的鱼鳍长而粗一点 因为左面的鱼鳍离咱们近 而右面的鱼鳍离咱们远 我觉得现在的墨还是有点深了 所以想再沾点水 把墨再调浅一点 调完墨以后 我们在这两只金鱼的中间 靠上面那只金鱼更近一点的地方 我们来画最后一只金鱼 肚子的方向朝左上 尾巴的方向 这次我们让它朝右上 所以画完以后 这只金鱼给我们的感觉是 它在向左拐弯 动作比较微妙 请同学们用心观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来给金鱼加上脑袋 先从黑色的金鱼开始 用同样一只笔 沾最深的墨 笔中的水要少 画之前请务必在废纸上试一试 然后在鱼的身体上面 我们画出梯形的脑袋 在脑袋的下面 在身体中间偏左的地方 我们画一条黑线 代表金鱼背上的旗 再在背旗的左右 随机地点上一些黑点 代表鱼背上的斑纹 在脑袋的左右 各加一个圆圈 代表金鱼鼓出来的眼睛 眼睛中间应该流出白点 最后 在最前端 我们来画出接近于方形的嘴 再看一遍 现在鱼的身体部分还比较湿 所以不太容易画清楚 鱼背上的旗和斑纹 所以背旗和斑纹 可以等纸烧干一点再画 画完以后 如果发现墨散得比较快 可以马上用废纸吸一下 这样两只黑金鱼就画好了 下面我们换一只干净的笔 在笔尖沾一些大红色 在调色盘上稍作调和 我们给另两只金鱼 加上红色的脑袋 形状也是T型 我们先不画嘴和眼睛 先给另一只金鱼 也加上脑袋 画好后 也可先用废纸吸一下 换另一只笔 占浅墨 我们来加上嘴和眼睛 画法与黑金鱼一样 只不过红金鱼的眼睛 没有黑金鱼大 所以不用画一个圈 在一边点一个点就可以 最上面那只金鱼有透视关系 所以左面的眼睛应比右面的眼睛大 右面的眼睛不画都可以 现在我们的金鱼部分就画好了 金鱼生活在水里 下面我们添加一些水上的植物 今天我们要画的是睡帘 用中号笔先沾浅墨 然后在笔尖上沾深墨 稍作调和 在纸的上半部分 两笔一个 我们来画出漂浮在水面上的睡帘的叶子 应注意的是 睡帘的叶子有大有小 分布也不应当平均 有巨有散 在画的过程中 偶尔沾一点水 改变墨色 有深油浅 就更完美了 注意叶子也有透视关系 远处的叶子应当越来越小 而且颜色越来越浅 下面我们在纸的左上方 画一朵盛开的睡帘 用同样的一支笔 调浅墨 水应当少 我们来勾出花瓣 每一个花瓣2到3笔 3笔能表现出花瓣的正反面 画花瓣 画花瓣时应注意有长有短 外形参差不齐才显得真实 下面来画一朵刚开的小花 花瓣 2到3瓣便可 花的下面隔一段距离 我们画出花瓣 再画一朵几乎没有开的花 同学们如果看不清花瓣的细节 请参考我发给大家的图片 好,现在我们来画一些003散的小花 画完以后我们在笔尖沾一点深木 给花加上花托 先是最大这朵花 用一笔到两笔画出花托 花托下面是花茎 然后再给所有的小花加上花托 顺便再给叶子里 有选择性的加一些黑点 起到点醒作用 最后我们换一只干净的笔 蘸比较浓厚的朱砂颜色 我们给花点上花椎 朱砂颜色比大红浅 更接近于橘黄颜色 先提着笔 从花心向外撇出细线 最后再在细线的末端 随机的点上一些点儿 小花很小 看不到很多细节 直接点点儿就可以 没开的花就不用点花蕊了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 请同学们在家多做练习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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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